在这世界上,如果要问那个国家有钱的话,那么自然就会想到的是美国,但是如果说哪个城市最有钱的话,那么自然而然就会想到的是迪拜,真的负责流油。 前几年的时候,网上就曾说到,去迪拜乞讨的工资都特别高,不过,这只是网上的一个玩笑而已,但是如果说是世界的顶级豪宅的话,有三座。 一座在印度,一座是在美国,一座是在中国,安提列亚,印度的这座好宅的名字叫做安提列亚,这座大楼所用的造价就已经是高到十亿美元,建筑总共有二十七层楼。 有人说,大楼里面还有几个停机坪,巨大的图书馆以及是餐厅,内部的装饰真的金碧辉煌,处处留机,福布斯杂志估计。 这位富豪的身价可能超过了二百二十亿美元,不敢相信,这可真的是富可敌国了。 而且,这样的一座大楼,从修剪到保养来说,每天都是要花费巨量的钱,才能维持这样一座大楼。 可能在这位富豪的眼中,钱真的是身外之物了。 哈拉牧场,这座豪宅位置是在美国的阿斯本罗拉多州。 现在只知道这座豪宅在2012年的时候,出售给了美国的约翰·保尔森。 价格是4900万,不过相比于这个价格,更加值得说的,就是这座豪宅了。 占地面积高到5200平方米,而且装饰也是非常的华丽。 15间卧室以及16间的浴室,可以说得上是处处风光。 他的前主人是沙特的一个大使苏丹王子,也难怪能修建这么豪华的大楼了。 公王府,第三座豪宅是中国的了,他的主人可能大家在影视剧中都见到过和珅。 听名字,大家可能就会觉得,他能修建出中国的这座豪宅可以说得上,也是实至名归了。 如果再加上当时他家里的财产的话,可能真的是抵得上当时的半个中国了。 在1962年的时候,就有专家对和珅的这座豪宅估价有三千万,以当时中国的物价,可能这三千万可能说得上是天价了。 在我想,要是用现在的价值来估价的话,可能也是几十个亿了。 看完这些豪宅之后,大家有没有想一想,什么时候,能实现几个小目标,或者是什么时候能够安得广煞千万斤? 大逼天下还是具欢言,来源,热情草原人。